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日和大家講的3分鐘視頻 今日的視頻是平安日 點題平安日,真的很平安 整天的視頻 先講一下為甚麼 恆生指數低開之後,一度反升過百點 不過高位之後,又是無力了 慢慢回落,升幅就收窄了少許 接著大半時間,發落發去,沒甚麼方向 最後收多少呢?23、24、3 升64點,成交386億 比早兩日,平安日更少 平安日440已經少,今日更少 記得上次的節目,提到評論到 現在市場人士,預期可能有一個粉飾槍處 連尾剩下兩、三天都會發上去 我認為機會不大 結果今天出現情況都是這樣 全日發來發去,幾十點升幅 不像是有甚麼粉飾槍處的活動 以及成交這麼小 更加不像是有大戶的出入 沒有了,沒有粉飾槍處 剩下一個日幾點 我自己初步覺得,都是會平平安安 承接住平安日,平平安安過過去 雖然個別中資股、國企股 走勢都是偏弱少少的 看看圖先,國企指數看到 這條下降軌仍然是完好的,未突破 但形成三底之餘,又出現不到強力的反彈 其實勢頭不是很強 只不過,這些位置跌不穿 下跌動力不強,不強 反彈或上升動力,亦都是一般的 加上中資股表現,都有類似的情況 這些就是中移動 之前說過幾次,中移動 都是去到這些位置 之前成交過很多次 或集區阻力都可以 這些位置硬是爆不上 今天亦都是類似情況 逼近這個位置,這個時候幾十次 數一下,一二三四次 再逼近,亦是爆不穿 反映國企股和中資股表現,是一般的 偏弱一點點,還有一點點 不過,為甚麼平平安 因為其他利好的因素,是回顧雲 首先,外圍 美股就是美股 厲害了 自從白藍克宣佈退市之後 開始退市之後 一路逼近,日日升 已經升到逼近16500水平 昨晚收到16479 走勢認真強勁 這是其中一個支持因素 另外,看上證 上證這段時間 其實是拖廣估股下去 有幾次,因為賊息高 A股跌 上證指數跌 廣估股也跟著下降 大家看看,上證指數 好像初步有少少回穩的跡象 之前說過 這一天,穿一穿前浪底之後 就發上去收 好像這個前浪底有些支持 好像形成一個小底 這兩天,星期四 一堆堆下去,很恐怖 但今天,反轉頭 好像在這些位置 初步找到支持 這兩個底,可能形成一個小傷底 當然未確認,要升穿的 紫色箭咀指著的位置 才確認小傷底 無論如何 在回穩的跡象 亦是一個,對港股的穩定因素 加上恆生指數 本身也是 雖然今天,逼近五十天線後 爆不穿,下來下來 但已經穿了下降軌 穿了 又偏好跡象 當然,說這麼多 但今天成交太小 今天成交四百億都不到 上升動力就認真一般 入市意欲不強 所以今天,星期爆穿 亦都不能看得太好 只不過,左秤右秤加加減後 既然穿了下降軌 港股其實,下跌動力減弱 大跌的風險又不大 上升動力不強 可能繼續爬皮皮 在這段時間,市場人士都是這樣 繼續,好像之前節目這樣說 玩些有消息支持的股份 例如今日爆升什麼? 殯儀股或環保股就升 可能未來日本也是這樣做 因為時間關係 今日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